欢迎来到我们的芯片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首先 NVIDIA已经超越微软和苹果 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 这主要得益于AI需求的增长 然而随着AI泡沫可能即将破裂 这一成就能否持续引发了广泛讨论 接下来亿万富翁David Tapper在2024年第一季度 大手笔买入了六支中国科技股 包括阿里巴巴、拼多多、百度和京东 这显示了他对中国科技市场的信心 最后印尼在吸引半导体投资方面 落后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面临着战略和人才方面的挑战 能否迎头赶上仍是未知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多伦多星报在本周 芯片公司NVIDIA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 超过了微软和苹果 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了AI时代 NVIDIA的股票在过去五年中飙升了3400% 因为它提供的芯片非常适合 AI所需的巨大计算能力 AI市场的火爆从物 在2020年底发布产GPT-T3后变得更加明显 几乎所有主要科技公司都转向或深度融入AI 然而尽管AI被认为是未来的一切 其实际表现却并不理想 大多数所谓的AI实际上是大型语言模型LMM形成 这些系统通过学习和模仿语言模式来工作 但它们并不具备真正的人类智能 这导致了AI经常出错 提供错误信息或发表荒谬言论 一旦人们意识到 AI并不能提供可靠的智慧和知识 其商业前景就会变得不那么吸引人 尽管AI在某些企业环境中可以发挥作用 如总结邮件或转录会议 但这些功能更像是软件的附加特性 而不是独立的产品 因此专注于AI的公司 如可奈AI可能面临严峻的盈利挑战 雅虎美国华尔街的聪明前之一 大卫、泰珀通过其阿布律斯Management基金 在2024年第一季度进行了大规模的股票调整 泰珀削减了大部分美国顶级科技股 转而投资中国科技股 包括阿里巴巴、拼多多、百度和京东 以及两支中国相关的一基 代后看好中国科技行业和整体经济的复苏 中国经济在疫情后经历了一段低迷期 但最近几个月制造业出现了连续的正增长 政府也在努力刺激经济 中国科技股目前估值极低 且公司纷纷启动大规模股票回购计划 这使得这些股票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泰珀的团队可能预见到中国经济的回暖 或者认为阿将为中国科技巨头 带来类似于美国科技股的增长机会 因此泰珀剪持了一些美国爱获益股票 转而投资更便宜的中国科技股 《南华早报》印尼面临着成为主要半导体制造国的巨大挑战 尽管有志于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竞争 印尼缺乏一套连贯的策略来发展先进的芯片制造设施 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已经吸引了大量高端半导体投资 印尼经济统筹部长埃尔朗加哈塔托 指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通过环保和社会问题来阻碍印尼的发展 但分析人士认为印尼需要更多的努力来吸引投资 尽管印尼拥有丰富的贵资源 但这并未给其带来竞争优势 因为其他国家已经在半导体制造方面更为先进 印尼需要在研发和技能培许上投入更多 同时改善其商业和监管环境 然而印尼严格的贸易政策和不一致的法规 可能会阻碍其在半导体价值列中的发展 Yahoo! US 报道 Nphidia CE欧皇仁勋在一次演讲中 高度载能了OpenAI联合创始人伊利亚·苏茨克维尔 称其为深度学习的宇宙大爆炸带来了火花 苏茨克维尔在试图罢免OpenAI首席执行官萨武奥特曼失败后 于5月离开公司 并于6月宣布启动一个新的i项目 安全超级智能公司 黄仁勋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提到了苏茨克维尔 及其同事 齐弗里 星顿和亚利克斯 克里泽夫斯基 Hound的卷积神经网络 AlexNet在2012年赢得了InvestNet挑战赛 这一成就标志着i革命的开始 AlexNet利用Nphidia的GT 已有成功识别了超过100万张高分辨率图像 被誉为人工智能繁荣的起点 苏茨克维尔与奥特曼·埃隆 马斯克及其他研究人员 在三年后创立了OpenA-Long 但在试图罢免奥特曼失败后 他的未来在公司变得不确定 最终他决定离开OpenA 而并创立了新的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专注于开发安全的超级智能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 龙是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 briefing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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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